好玩具TV第十八季第四集 我們又來了 這個是Terminator第幾集呢 第四集 第五集 第幾集是直接跟回第三集 其實算是第三集 他當是第三集 他cancel了那個女Terminator沒有出現過 沒有出現過 這個是第三集 這樣也可以 因為之前有未來轉 有一套就有龍舞 有一套就有Christian Bell 總之都出了第六集 全部都計算第六集 但外轉又不計算 第三集又不計算 變成這集就變成第三集 這個就是最新的3CWO的產品 1比12 是嗎 1比12 1比12 好厲害 好精細 他有衣服 有成的 大家要給少少close up 看 開機的朋友 麻煩 好味 好了 先看看造型和比例 先看看 這個其實 我印象中最早出1比12 穿衣服公仔的 我印象中就是3CWO 好像是嗎 當年Ashley Wood的公仔 她就開始做1比12 是 她那時候身體是很幼的 因為穿衣服的比例 漂亮 就會做得很幼 一向是Ashley的公仔 整個身體都是比較黏的 是 現在我覺得她在這方面 的確是吸收了很多經驗 這次兩個公仔的身體的比例 都是非常漂亮 是呀 她也有一個比較紅豆豆的T88 也是一個成年女性 T88 我聽到你說T88 兩個都是一樣 Tuncle T叔叔 是呀 兩個很喜歡的figure 會適合不同人物 適合比例 是呀 其實很多品牌都不會這樣做 是呀 甚至Toy Stance都不會計算得太重 即是說女生跟男生一樣高 有沒有搞到 是呀 我明白她的意思 有時候 因為如果你照相同的尺寸 其實你擺一個公仔 有時候會覺得好像很不對 譬如你說 Marvel MCU 其實黑寡虎 Black Widow 是比其他人矮小很多 是呀 如果你照做這個figure 又很肉酸 可能變成一個小女兒 所以她 我都明白為什麼 但好像這兩個 我都覺得做出來的效果很好 很配合 不如先說女人 Sera Conner 你看她 先拿回Focus 其實今次 我們Sera 其實她的招牌的黑超 她都會有配備 其實我們可以除了眼鏡 不過大家要小心一點 因為她的頭髮 其實是要硬撕開少少頭髮 這個位置 撕開少少頭髮 這樣才可以刺到 因為這兩個頭髮有一個陰 這樣就要撕開少少 這樣才可以插到眼鏡 你也都看到了 其實她都做得很仔細 我覺得她的那種畫樣 她是比較誇張一點的 陰影和顏色 她是誇張一點的 如果你說Close-up拍照 就未必會 太過似 會給人的感覺 好像落手重了一點 但現場看實物 是好一點的 用眼的距離看 就覺得好出 不同的風格 我看你喜歡哪一隻 尤其是 我覺得她再加上眼鏡 因為始終可能 不要說是壞 有些少年紀 戴上眼鏡 好像是好一點的 因為始終她這個角色 是一個婆婆 對 已經真的老了 不會說她更老了 她是真的老的 那我們可以Zoom低一點 其實這套衣服 鼻彈衣褲 今次Vsivo的處理 真的很厲害 其實如果以一個1比12 1比12的公仔來講 其實她是很貼身的 大家可以看看 很厲害 我覺得 可能那些浪位 鼻彈衣這些位 其實她全部都是很貼 很修 而且所有細節都是有跟著的 好像你看到 前面這個位 插著這個是不是電話 好像是 死光彈 對 死光彈 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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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也有跟著的 我們再看她的配件 配件都很仔細 你以為你多一點 對 女生這個更多 因為其實她在劇中都是這樣的 她很貼 她是Rambo 拿著槍就不斷射 首先有這個 是不是榴彈炮 還是反彈黑炮 反彈黑炮 反彈黑炮 那些炮 有條帶給你 這樣揹著上身 是很棒的 這樣可以揹著上身 然後有兩把手槍 兩把手槍 兩把手槍 很細 兩把手槍 上色都不差 對 一把就像左輪 一把就像普通 自動槍 有一點點 可以掃上一點點銀色 在那些 亮度的輪廓 對 這樣 還有一支Short Gun Short Gun 是不是應該被 阿諾舒華森迪家用 也是 也是 因為電影中 阿諾已經退休了 是 還有老婆 是 因為她已經變成正常人 她想做正常人 是 就像美國隊長一樣 剛才掛在胸口的閃光彈 還有一粒炸彈 Sera就是這些配件 好 我們看看主角 好 T-88 是不是T-Uncle 我順便放一下姿勢 我剛剛沒有了兩姿勢 就發現可動性是非常之好 這個姿勢很棒 有一點往後都站得穩 是啊 可能還是要開一個旋轉 給大家欣賞一下 沒有 它很實正 所有的關節都很實正 腰位的可動性很高 這個非常之好 驚訝 腰位很好扭 是一個 波裝來的 整條腰 你向前向後 向左向右 都是沒有一個阻礙的 還有 亦都說回一件衣服一樣 我跟剛才SeraConnor 這個是更深的 你看它的車線 是呀 它的車線 扭 拉鍊 其實這件衣服 是比剛才Sera更加複雜 和難做的 是呀 但是它都跟得到 那些袋位 拉鍊 有一點舊化 都是VC和自己的強項 有一點輕輕舊化 這件衣服 它兩個公仔的衣服 和身體的比例都很順滅 是啊 是呀 是呀 我看到近來有一間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叫三廠 沒有拉筍的 會出了一個 戴客第四集的 Bruce Ritz 哦 那個比例是完全跟不上電影 雖然我也很想要 因為它是Bruce Ritz 但是真的瘦了 沒有尊重那個演員的身體 但是這個就非常好 非常好 我們剛才可以看看 外表 大家都一定會很留意 這個樣子 這也是那句 如果看實物 是真的會好些 是 不知道為什麼 上鏡呢 因為它是一個尺寸的頭 其實它就不是說 嗯 好像拍攝一比六的 要拍攝得很近 去拍攝那種感覺 但是我覺得 如果只用肉眼去看 這個顏色的深淺度 陰影的操控 其實很順眼 是啊 還有細紋 蘇根 巴痕 那些其實也有做到 是 那麼槍就只有兩把 已經握完手了 就沒有其他槍 那麼就 拳頭都有一些 雖然它沒有什麼 兵器 類似鐵棒 雷球棍那些 但是它都有兩隻手 是握那些 棒狀的手 你自己可以配一些 雷球棍 鐵柱 你喜歡的 另外有拳頭兩個 還有打開的 放鬆的手掌兩隊 那就是總共有四對手 八隻手 這個好像也算是 VC和近年來 都是頭炮 這個1比12人 是不是 算不算 除了之前是Ashley 之後 她的電影系列 應該這個是頭炮 希望接下來 VC和看會不會再有其他 我發現她的 這個叫 Sera Connor 其實她的身體 這個鞋 貼地是到了這裏 所以她也有 不同 很多時候1比6 如果是鞋 就不能動 你看到她的貼地 也是有 不錯的 可以叫做不錯 但也沒有 毀壞到鞋子的外形 有想過 這也是不錯 大家都看到 站著的時候 整條腿的形 很順眼 真的很不錯 我很喜歡這個 再做多一點 玩多一點手掌 可動 對 可動 我想是 一般1比6 都縮小 都很穩定 對 你看到衣服 都沒有把手臂打下來 煤彈不是很重要 需要少許技巧 如果要把手提高 看看如何轉適 關節方向 手掌 手腕可動性 也是有 和一般1比12 可動性 都不差 可動性 都不差 可動性 可動性 都不差 可動性 都不差 可動性 以1比12 是很好的驚喜 我覺得 是很好的 可動性 1比6 可動性 未必會那麼高 通常1比12 就是塑膠公仔 就像SHF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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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1比12 可動性 1比6 衣服 唯一 就是頭雕 不能夠和1比6 比 而且它的風格 就不是SHF 或者其他 1比12 那種 比較 好像很 是很刷 那種 類似絲印 那樣印上去 那這個 感覺上 它是 真的油上去的 有趣是 那種 所以我覺得 它是兩種技術的 一個 角取所長 看看 你喜不喜歡這個風格 我覺得 這次做這個 兩個都是比較年紀大的人物 效果就不錯 對 那我們希望 接下來看看 V師傅會不會有其他的Series和系列 好 那我們就 接下來 一會兒又再見